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乘佛法《入菩萨行论》 《善说海》当中 现在讲观察对职的功德 而不生起厌倦之心 那么今天颂词当中 主要说明 应该很是要精进 修安忍 尤其是我们学习 大乘菩萨行为的人来讲 第一个必须要具足精进 如果没有具足精进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有关萨迦各样和军规教理里面 都说了 一般小小的事情 没有精进是不能成办的 更何况说是大的事情 因此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学习 前辈高僧大德们的精进 他们是为了修行 为了获得解脱断除烦恼 怎么样精进的 他们的精进 跟我们的精进相比之下 我们对为了获得成就 而下过什么样的功夫 应该反反复复 问自己的时候 才会明白的 因此下面的颂词当中 让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当中有无数的人 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奔波忙碌 但是他们所得的利益 并不是很重大 没有多大的意义 可是我们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 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让他们获得 无上圆满的佛果 为什么不需要精进 一定要精进 一定要忍 下面主要讲这个问题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从字面上讲 世间上的御父 土父 农民等等 这些仅仅是 考虑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存 也是能忍受 能忍受 寒冷 苦热 等等痛苦 而我们这些人 发了无上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的人 为什么不需要苦心呢 一定要苦心 当然这件事情 大家都应该说是非常明白的 世间上的这些人们 一方面不懂因果的规律 自己为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生存不顾一切 付出生命的代价 经常日日夜夜地奔波 就像我们经常 所看见的一些御父 还有徒父等等 他们像御父来讲 早上很早的时候到御师场 然后自己 不管是在冬天也好 夏天也好 你这个天气的汉热 根本对他来讲 是不能阻挡他的工作 在如是的天气 或者环境当中 为了自己的利润 如是的痛苦 有时候在海边 原来我在大连 还有一些在台州那边的时候 经常看到海边的 这些御父们的这种痛苦 他们为了到了大海里面去 不会还能吞着 首先在自己所信奉的 这些马族面前进行祈祷 然后在做了 各种各样的仪式以后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 在大海里面不能顺利地回来 他们白天晚上 一直 有时候晚上黑夜 大海无边无垠 在这个时候 他依靠一个小小的明灯 一直钓鱼 一直搞这种渔民的生活 所以看起来以后 真是当年寂天菩萨用这种比喻来说明 世间的苦手 也非常好的一种解释 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不仅是渔夫 世间上大猎的猎人 杀害众生的这些屠夫 他们也是 我们平时放生的时候 经常看得到 他们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三四点钟 三四点钟起来 他该杀的猪也好 牦牛也好 这么早的时候就杀 然后基本上天亮的时候 他所有的肉 市场上买的肉 全部都已经准备好 晚上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在十二点钟之前 是不会睡觉的 所以从这些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非常的辛苦 再说我们世间当中的工人也好 农民也好 牧民也好 然后世间当中的商人 大到小小的人 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 当然是生活上的压力 就是心里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的 有些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经济 还算是 经济条件是比较丰厚的 比较过错的 可是他心里的压力 远远超过一些旁边的一些小人物 比如说我们世间的一个 城堡工程的一个大老板来讲 那么下面的工人 他白天非常辛苦地在做工 做工完了以后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睡得比较像 但是这个老板表面上看来 他还是能赚得到 如果这个生意成功 他能赚得到一点钱 但是实际上除了他身体的付出以外 还心里付出多少 因此我们从世间 应该每一个人的生活来看 佛陀所说的轮回就是痛苦 应该非常明确地说明了 我们世间众生的 心里的真相 因此他这里也是说 他们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为了自己的养活 在身体当中付出多少的代价 那么从心里面 也是如是痛苦 这一点我想我们有个别的一些 过清净生活的出家人来讲 有些人不一定了解 世间的痛苦 但是大多数的社会识人来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 无数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 就是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好好地睡眠 我们藏族人经常这样说的 造出万贵 然后星星挡着自己的帽子 然后白双挡着自己的一双鞋 说明就像我们汉人所说的 什么培心待遇 不管是你在苦日当中也好 或者暴风当中 狂风 暴雨等 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他就根本不能阻挡他的工作 一定要在那里行持 我们平时在学院当中也好 每一个人可能身边 也有很多的一些工人 他们怎么样工作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现在已经马上接近九点钟了 当时有一群人 在那边还在做工 早上基本上七点多的时候 都已经上班 但是他们最后得到的什么呢 得到的有一点点工钱 但这个工钱能不能 解决他的生活呢 绝对是不能得的 我们这里知道好多人的打工 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读书 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 因为现在很多人小孩读书 可能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到了大学 本科再上去 一般的一个学校也是 几十万没有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的 所以有些人的生活压力 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就是有非常 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撑不起 因此现在为什么说 世间当中有一种健康方面 实在是没办法跟得上的 各种种种核病 各种精神压力的疾病 也是不断地出现 因此我们也可能有些出家人 因为自己的生活也比较简单 吃一段饭 一个人的生活也很容易的 然后一件衣服穿几十年 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生活上 根本不知道一种压力 尤其是从小都是 过这种生活的人 知道这个世界是非常平安 没有什么事 应该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 不学佛教的 也就是说 世间当中的有些人 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为了什么忙碌呢 就是为了家庭 为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自己的父母 除此之外 有没有什么 就是人身几十年短暂的 为了抚养这样的出疲劳 而冒作一切危险 冒作一切痛苦 就开始不断地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知道 世间当中很多很多的人 应该说对现在来说明什么呢 说明世间的痛苦 那么世间人 所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最多他们吃得饱 穿得乱 然后生活过得比较安闲 那这就是他们最究竟的目标 但得到这样有什么用呢 我们人身无常当中 以前也是有多少个人 不管是条件也好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青春等等 各方面不可能留在世间的 因此即使你得到 也是没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 而我们作为修行人 尤其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 那么跟这些世间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应该说 我们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就像《华严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 以这种非常可贵的精神 来衡量自己 也就是说明自己的究竟目标 而为众生奋斗 为众生奋斗的话 那么这样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超过世人的 所有的目标和希求 因此我想我们 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的话 那么我们为了小小的一些痛苦 比如说生活当中无吃无穿 或者身体不太好 这样小小的理由 根本不能退失自己的菩提心 也不能阻挡 我们行持菩萨的大愿 不能阻挡 比如说有些人为了听受这幅法 可能路上要走一段路 然后在走路的时候 我看到昨天有些道友 在他们的学习当中翻译 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有一个人 他家里有三个孩子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起来 给他们做饭 送学校 然后他在这个之前 就起来开始学习这部论典 然后晚上 他在外面打工 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十一点钟左右 十一点钟以后 就开始自己学习 最后学的不管是作业 好多方面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自己也认为 遇到这样的佛法 在千百万劫当中 也是很难得 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 遇到这样的佛法 作为他自己的认识 觉得非常难得 因此不管是遇到 什么样的家庭压力 困难 他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学习 通过各种途径 给我汇报 我看了以后 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经济 虽然在这方面 没有特别的携带 但是有时候比较起来 我们都是人 但有些人的精进 跟我精进的力量 恐怕不相同的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 非常精进 大家也知道 早上开始量路顿的时候 在外面背书 晚上很晚的时候才休息 但有些恐怕也不是这样的 今天稍微下雨了 下雨以后可能路比较花 我就不能去听辅导 今天我肚子比较痛 我在这里稍微不舒服 我又不去听课 今天有什么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 这样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勇气 没有一个毅力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肯定有许许多多的阻碍 就是除外我们的因缘 比较多的 让我们学习的这种顺缘 在一般世间当中来讲 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想 我们世间当中的确是 有好的人 有不好的人 有非常精进的人 有特别不精进的人 因此我们应该 经常这样想 世间当中 你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世间当中这么多的人 为了自己的生存 都是如实的辛苦 他们所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 最多是赚一点钱 这个用来给家庭服务 有什么利益呢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利益 而我们的确是乃至生生世世的 一种永远的打算 所以即使遇到一点点的困难 不应该自己退失信心 我记得上师如意宝 以前有一次 从舍达马尔康去看病 看病的路上 当时上师如意宝 因为当时正在修工路 后来堵持 好像在路上堵了好几个小时 好几个小时的时候 当时上师说 我这个路边有好多的工人 就开始在修路 做工 在做工的时候 当时想起了寂天菩萨的这一个颂词 这一个颂词的确是 世间的人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为了自己的活在人间 就是如实的不顾一切 千辛万苦 那么我们作为发愿 发菩提心的 然后对出世间 有一定发心力的人来讲 为什么不需要经济 后来从医院里面回来以后 法王如意宝也经常宣讲了 当时他老人家 所看到的这种景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这种工人也好 农民也好 他们都是在世间当中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不仅仅是 他们的做工很痛苦的 而且在有些生存上 我都有时候在医院里面看见 有些病人 病人家庭非常的贫穷 没办法 好多医院最后这些病人 不得不赶在外面 也很辛苦 有些人死了以后 医院要求一定要 放在他们的病院当中 然后直接跟火葬场有联系 现在很多社会的问题比较复杂 这样以后 尤其是一些农民 有些偏僻地方的人 对生存的压力和 对生活的压力 对他们来讲 真的超过须弥善 实在是没办法承担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平时我们在世间当中也是 不管现在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都有一定的生活压力 仅仅是我们从表面上看了 现在的公务员 好多都算过得 还是很不错的 其实他们心理的压力 有些跟不上身份 然后自己的水平 能力 智慧等等跟不上 在这个时候产生嫉妒心 产生傲慢心 产生各种各样烦恼的情形 也应该是不用耳语 大家非常清楚的 因此我想我们这次 学习《寂天菩萨》的 这部论典以后 大家从内心当中 应该怎样想 因为我们面对的 所谓的出家人士是极少数的 应该在家人大多数 我也并不是 意思说你们大多数的在家人 从今天这部法听完了以后 所有自己的家庭 单位 工作全部都放弃 一定要到一个寂静地方去 马上许法出家 没有这个意思 这一点对你们来讲 也不一定现实 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有些出家的时候 听到一次 两次出家的功德以后 什么都不考虑 马上要去出家 那这种出家的心 不会稳固的 到了一定的时候 遇到一定的困难 就不一定能接受 那个时候还手 在一辈子当中 转来转去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不要求大家一定要搞什么 离婚 对家庭不好 你一定要搞一个 独立的生活 一定要反对自己的 所有的家人 在家庭当中 天天都是吵吵牢牢的 我过我的生活 你过你的生活 这样不好的 应该在外面的 很多高僧大德也说 不仅是我们佛教徒的 家庭内部 而且佛教徒 其他的宗教 也应该和睦相处 这就是我们佛教的原则 所以有些出家人也好 有些在家人 你学佛以后 你的性格就 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 从此以后 对父母也不照顾 对家人也不管 包括对自己的孩子也不做饭 整天都是连一个金刚经 都躲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 那这样的独立主义 我们佛教也不太赞叹 你一方面应该以佛教的精神 来感化别人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 我们现在世间人就是为了短暂的 几十年的生存 如是地奔波 如是地操劳 而我们现在对学习佛法方面 下了多少功夫 花了多少精力 以前的噶当派 有些大德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现在对世间 所有的这些功夫用在佛法方面 那么我们 大多数人都早有成就了 是也是吧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那些渔夫 那些屠佛 早上起得那么早 晚上睡得那么晚 一天基本上都是 没有休息的时间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 学习佛法 再说再怎么样 也是自相续当中 烦恼是肯定有瞬间的 应该有减少的 但是大多数的人 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一方面 不知佛法的人 一定要生起悲心 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们从正面 来了解佛法的殊胜道理 这也是有非常大的必要 因此我们在这个道理讲了以后 大家应该再空出一些时间 学习佛法 研究佛法 然后研究和学习 不用放在一个口头上 光是为了辩论 为了给别人说一些道理 不是这样的 应该从内心当中 生起一个真正的 确知 定解 这样以后 自相续当中的 知识心 虚荣心 还有一些自尊心等等 这些虚假的很多很多 千字百态的分别念 可以消掉 可以根除 这一点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应该很重要的 表面上的一些虚构的框架 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不是特别的重要 这一点大家应该记住 接下来过后就是讲 观察自己的承诺 而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经济是不合理的 下面我们有些人想 哎 这样的话 还是经济也未等的困难 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下面还是要讲 必须要经济 如果你不想经济 你当时为什么发这样的菩提心呢 就几天菩萨前一段时间 说是菩提心的功德非常大 让我们想法设法 进入大乘的圈子里面 让我们发心 发完心以后 开始严格要求 所以他老人家 也是非常的聪明 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位法师 到我们家乡那边 去跟他们传法 转发的时候 他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中午他说 你们所有的年轻人跟我一起 我们到那边去草地上 在花种里过一个很好的生活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 每一瓶饮料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 每一瓶饮料 然后好多年轻人骑着摩托车 跟着他去了 骑着摩托车 跟着大概有 几十公里以外的花种里 他给他们讲了很多佛法 让他们唱歌 跳舞 给他们也发一些糖 饮料等等 然后下午要接近回来的时候 那我今天想尽一切办法 也给你们开心 那么现在你们给我 也应该报恩的 报恩的话 你们每一个人不能杀生 一定要给我发愿 后来所有的年轻人 也不得不知承诺 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后来 大家都发愿不杀生 发愿都不杀生 有些年轻人后来就觉得 当时不应该去 有这种感觉 但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里寂天菩萨 前一段时间 一直讲菩提心的功德 让我们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以后 现在就比较严格了 要求比较严 现在你们不能携带 一定要度众生 为什么要度众生呢 现在今天 在这里已经讲了 虽承历齿时 欲与十方欲 度众出烦恼 让我为离火 出言不良力 云和飞电光 他这里说 我们虽然在十方诸佛菩萨 金刚上师面前 已经发了殊胜的誓言 前一段时间第三品当中也好 第一品里面都已经讲了功德 然后功德以后 我们在诸佛菩萨和所有的圣尊面前 乃至甚深世世利益一切众生 发了殊胜的誓言 当时我们发誓言的时候 也是承诺度众生的一切烦恼 因为我们要度众生 并不是用其他方式来度众生 一定要断除他们相续当中的 贪嗔痴为主的一切烦恼 如果要度众生 我自己一定要精进 要离开烦恼 如果我自己没有离开烦恼 不精进 那么我这样度无量的众生 出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那不是自不量力的 说出一些大话 就是非常不应该 如果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临时 完全跟风则没有什么差别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前面诸佛菩萨面前说 我要度无量的众生 现在真正在实际行动当中 不要说度众生念 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 一点也是不能减少 那你故意请诸佛菩萨 在他们面前打妄语 应该说出一个非常不应力的话 那这种做法实际上 自己跟精神病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寂天菩萨就要求我们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一定要病除 如果你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不能解决的话 怎么会是度众生呢 根本没办法度众生 以前上师也是这样讲过 作为我们凡夫人 完全是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全部根除以后再度众生 现在是根本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现在发这样的菩提心以后 自己应该 跟其他的众生不相同 一定要尽量地减少 对治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应该增上 自相续当中的一切功德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有度化众生的一种机会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观想 或者是想尽一切办法 跟我以前的心态和以前的烦恼 不应该相同的 以前我没有学佛的时候 刚刚学佛的时候 当时我的性格也非常的粗暴 相续当中的烦恼 也极为的身亡 但现在通过学习大乘佛法以后 自己的相续尽量地 逐渐逐渐往调顺的方向迈步 这一点对修行人来说 应该重要 如果自己的相续 一定也是没有得度 没有什么进步 那度众生也是 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 极为度脱 岂能度众 自己都没有得解脱 怎么会是能度众生 自如盲人 岂能带路 意思说 自己像盲人一样的 你难道能带路吗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佛陀在其他的 《女意经》当中也说了 自己不能调伐 想去度化众生 无有是处 龙猛菩萨也是这样讲的 龙猛菩萨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自己 没有能得到真实的解脱 所谓的度众生 完全是一个自相矛盾 因此要想度众生 必须要紧紧地 调伏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因此我们通过 以上的这些教证来说明了 自己尽量地 断除自相续当中的一切烦恼 当然断除烦恼 并不是特别的容易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尤其是凡夫人 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但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困难 作为我本人 我就口口声声地说 哎呀 你们要断除烦恼 这样好像表面上看来 我相续当中 真的有一定的进步 自己相续当中是非常清净 表面上看来这样的 那么说这些话 自己也有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惭愧 但是作为一个讲者来讲 我是不会断烦恼的 你们也要断烦恼 这样说好像也没办法说话 所以自己 好像不要说是根本上断除 但是基本上对烦恼 有一定作战的能力 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 实际上每一个人 作为每一个凡夫人 自己心里面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有时候看来的确也是 非常惭愧 但有时候看来确实是 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 依靠上师们的这些恩德 和他们的奢侈吧 跟以前从来没有趋入 真正宗派之前的心态 跟现在的心态 相比较起来 应该说是对世间的万物 世间的一些 世间的人们是 非常非常执著的这些东西 我们常年内衣 闻思修行的人面前 好像执著的 不是特别的强 不是看得比较淡 应该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也是 的确是有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座的 无论是在家人 出家人 希望大家尽量地 断除烦恼 如果根本上不能断除 也尽量地对治自己的烦恼 压抚自己的烦恼 这一定是作为一个大乘修学者来讲 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为了 只有烦恼的危害 尽量地缩小 为了自相续当中的 正知 正念尽量地稳固 得以增上 就是不能生起缺弱之心 这一点 作为修学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你现在一点都是不度众生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一点都是不关心 那我们跟世间的疯狂者 没有什么差别 世间的疯狂者 他没有什么定准的 他随便就 心里面想什么都随便说的 但结果 他根本不会做什么的 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 前一段时间也不是这样的 诸佛菩萨也是已经讲了 发菩提心的功德 自己也是通过自己的智慧 来想想细细观察过 通过想细观察以后 在诸佛菩萨面前发了这个愿 已经说我要度化众生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既然有这样的承诺 那么我们也应该履行承诺 应该自己尽心尽力地度众生 哪怕是我们路上 遇到一个众生的时候 尽量能帮助的时候 也帮助 有时候确实是世间的这些人们 刚才所讲的那样 鱼人 农夫 工人 他们的一些状况 实在是没办法帮忙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 但是还是心里应该发悲心 今天我看见有一个老板 他在这边报工程 报工程的时候 他就租一个别人的房子 本来是明后天 准备把这个房子交回去了 再不用了 但昨天还是前天 突然失火 起火 这个房子全部都变成一堆灰 全部都燃安了 然后他的主人也非常可怜 他们一家好几口人 全部是依靠这个房子来维持生活的 然后两家为了经济 就开始争执不息地在说 本来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 也不应该参与这些 但是这也是对他们的好多方面 也非常的可怜 后来让我说话 跟他们之间说话 我也对这方面是不太懂的 我说 你们最好两边非常的困难 因为这个老板 他不但是今天没有赚钱 而且本来声音上 也亏了很多 然后他的妻子 一直不断地在哭 将近我们在那边 坐了大概是一个多小时 他的眼泪一点也是没有断 一直不断地在哭 当时我心确实是非常的酸 特别的伤心 压力很沉重 今天一下午的时候 好像心里有一种什么事情 一会儿好像一个大山压着一样 结果也没有出什么事情 就是看见这个场合而已 但后来我给他们希望 你们两边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互相应该做最大的让步 这就是我的希望 他们两者都说 你说一句话 我们都听 但我这方面也不太懂 也不好不方便说 我就是说你们自己 反正互相最大的让步 这就是我的希望 但不管他们再怎么样让步也是 有时候众生的业力现前 他们的苦衷没办法解决 深深地知道 现在这个在家人有时候 心里面很想赚很多钱 搞事业 然后自己过的生活 是非常幸福 有这样的欲望和打算 但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能不能成功呢 现在这个成功是很少的 世间当中真的做很多事情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此有时候我们发菩提心 也是真的看见别人特别痛苦 那么怎么样想也是 没办法解决的 这种事情也经常遇到的 不管怎么样 哪怕是我们路上遇到 一个特别可怜的人 也尽量自己 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 这一点当然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点都不度众生 说是我要度众生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我已经受了大乘菩萨戒 但实际行动当中 你看见可怜的众生 一点也是没有关它的话 那么你的承诺与你的行为 完全是自相矛盾 完全是相偉的 看看你算不算 是一个大乘菩萨呢 这方面大家也应该 自己问自己才会明白的 接下来过后下面讲 坚持不斜 对治烦恼 那么我们现在 对治烦恼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这种勇气 不要退失 不能退失 故意灭烦恼 因恨不退协 那么有些人 可能会这样想的 所谓的发菩提心 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现在 看我不发可不可以呢 前一段时间我错了 我不发了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 发菩提心是那么困难的 那现在你看 菩萨的戒条也是那么多 要求也是那么严格 我们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要参加什么工作 最后一看 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想退下去 有这种情况 那么有些人想 既然是自己 自不量力的一种说话 那这样我可以退下去 不能退的 这个退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你进来就受一个仪轨 很容易就可以了 但是你现在退下 你一定要付一定的违远金 否则 你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呢 你如果现在退下 在生生世世 你确实是得不到善趣的快乐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道理 第二个 没有必要这么退 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 历史上无数的成就者 都是依靠这种菩提心 虽然表面上看来都无量的众生 确实有非常困难 但是实际上真的 众生发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你发了这样的菩提心以后 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 以前也是地狱没有空的话 我发心不退失 所有这些做事的众生 我全部要度完 其实这些众生还没有度完的时候 佛陀早已已经成就了 因此这种发心的力量 是非常强大的 无垢王尊者的有些教言当中 也已经说明了 虽然我们大乘现宗当中 已经说了 需要三个二生七戒的积累资粮和 行持菩萨道 但是如果发心非常 力量强大的人来讲 差了 差了 一瞬间一瞬间 积累无量戒的资粮 因此根本不需要 那么漫长的时日 以前《地藏经》当中也是 地狱不空 施不成佛的说法 实际上也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发愿力 有了这样的强大发愿力 那么我们在短暂的时日当中 也会圆满资粮 圆满资粮 因此为了灭除烦恼 所以我们要 灭除这样烦恼恒舍地 持之意恒地 不论退失我们的菩提心 退失菩提心 一方面来讲 没有任何必要 而且没有退失菩提心 你也没有必要 那么害怕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了 以前世间上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 虽然在表面上看 他们也是很苦心的 他们也发心的 但是他们的苦心 跟世间的苦心 也完全不相同的 因为世间的苦心 它有自相的烦恼 自相的执著 所以在生活当中 极其的痛苦 而这些菩萨们 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没有这种持有的执著 这样以后 利益众生也是 千而易举的事情 因此大家也根本没有 必要退失信心 当然到达这样的境界来讲 我们能取所取 我们执著没有效益法界之前 是有一些需要精进 但这种精进应该说 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像森林起了猛火的时候 稍微风吹一点 自然而然会燃烧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这种菩萨心 就是依靠这种法心的解读力 自然而然会功德自然增上 无因乐修断 悔恨欲必斩 事成烦恼心 未能灭烦恼 我们下面应该这样想 所有烦恼是缩短的 然后对能断的对治方面 我们一定有一种意乐 欢喜 希求之心 一定要乐于 能断除烦恼的对治上 然后对烦恼的本体上 我们应该有悔恨在心 一定要有一种嗔恨心来对付它 始终都是认为 烦恼对我还是 无始以来都这样害过 我一定要通过各种办法 一定要断除它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 如果我们对烦恼 没有一种毁恨心 没有一点暴出之心 那这个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因此一定要以这种毁恨心 那么有些人可能问 你对烦恼有悔恨心 不是嗔恨心 一刹那我们断除 自相续当中的浅劫 或者百戒的福德 资粮 善恨 我们对烦恼甚至生起嗔恨心 也是不应力 这是费力作业 会不会造无量的罪过呢 这是不会的 因为为了修行 我们对烦恼作战 实际上也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 《圆解经》当中一句出句 有这个教言 意思就是说 依靠 比如说我们一压还压 以这种方式来 对自己的烦恼 用烦恼的心可以对治的 这一点我们还没有获得 福果之前不用遣除的 为习众生苦 不应处持 本论当中也是有的 为了熄灭众生的 一切痛苦 我们不应该遣除 自相续当中对治烦恼的愚痴之心 对治烦恼实际上 最究竟的角度来讲 它也是属于一种 说之障当中 但是我们为了 获得究竟的果位 应该断除这样的烦恼 这样的烦恼 它是一个相似的嗔恨心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 暂时是不能离开的 为什么呢 真正的嗔恨心生起以后 自相续当中的善根也坏坏 而且产生烦恼 堕入恶趣 有这样不好的果报 而我们相续当中 对付烦恼的嗔恨心 对付烦恼的态度 实际上它不是属于烦恼当中 暂时来讲 它不是属于烦恼当中 以前不是我们本宫戒格西 也应该最好的一个例子 他是那么好的 一个噶当派的修行人 他自相续当中生起烦恼的时候 每一次说坏比丘 然后打自己 说自己 骂自己 那这些实际上是 最好的一个说明 我们真正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烦恼的时候 你对他有一个不好的态度 这一点不会成为烦恼 也不会成为你解脱的障碍 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 大家 我们有些道友 早上没有起来 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 最后怪自己的脑中 把这个脑中 扔在垃圾桶里面 然后认为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 怎么说啊 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好不好呢 应该是很好的 说明惩罚自己 自己没有修好 应该这样以后 有一定的进步 这样以后我觉得 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种嗔恨心 再次相续当中 所有的嗔恨心难道不是断除吗 这样的这种嗔恨心 我相续当中不应该生起啊 不能这样想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不争气 自己不听话 在那个时候应该 惩罚自己也是合理的 如果自己实在是 没办法对治的话 其他的有些道友 堕住自己 批评自己 这也是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外面学习的 有些小组当中 有些道友 经常都是堕住别人 互相打电话 互相发信息 你这次不能去 你这次如果去 那下一次给你 如何如何惩罚 表面上看来 这是一个严格要求 是不是这个人害我啊 天天都是不让自由啊 其实你在烦恼的 魔王的口里面救出来的 应该是互相帮助 所有的帮助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从经济上 其他的一些 从语言上互相说好话 这样的帮助 不是最究竟的帮助 最究竟的帮助 当你在修行的道路上开始退市 当你修行的道路上就反悔 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些道友 让你原来的心态就开始纠正过来 让你不要退市下去 不要滑下去 一定要依靠我们的能力 大家一起共同前往解脱知道 这一点帮助非常大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 在大乘佛教当中 有些是前世的业力现前的 有些是暂时的魔缘和违缘 所逼迫 然后在修行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退市道行 在退市道行的时候 旁边的人 我们所谓旁观 宰青 他看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这个人不应该退的 不应该退的时候 你应该想尽办法 把他引进过来 这样的确对我们有些人来讲 还是帮助很大的 以前我们这里的有些人 实在是自己学不下去 心里非常烦恼 好像发疯了一样 就是不想带 不想看书 那个时候 依靠有些道友 有时候通过各种办法吧 有时候跟他交谈 有时候给他讲故事 有时候给一点糖 有时候给一点这样那样 人的心态有时候就像小孩一样 很容易转变了 逐渐逐渐自己已经不如珍贵 有这种现象比较多的 因此我非常希望 我们外面的有些人 有时候因为刚开始 入这种门 有些根本不知道 到底真道是哪里 邪道是哪里 有些甚至一些他的上师 也经常阻碍 你不要学这部论典 学的话不好啊 你好好实修 实修都是可以 但是我也听说过 你老人家的实修 所以你自己都是 没有好好实修的时候 对弟子要 映成什么样的实修 所以有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 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闻思的过程当中 还是遇到各种违缘 有些真的出现一些 魔藏的形象来 自己也知道这是魔藏 有些人魔王波许 依靠善知识的口里面 依靠善知识的行为 劝你不要学习 不要闻思 这个对你来讲是没有用 但我都经常这样想 真正的一个善知识来讲 寂天菩萨的这种论典 应该说是自古以来 在历史上多少个成就者 依靠这样的论典而获得成就 如果一个人劝你不要学 对你的修行道路上 有帮助 还是有危害 这一点我想 我们稍微懂得佛理的人 都会知道的 因此当然 有些听到外面的消息 很多修行人 遇到各种各样的违缘 有些是正面的违缘 有些是反面的违缘 有些是一些中间的违缘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随缘的 你学 我们尽量地帮助你 所有的道友也希望 你们尽量地帮助他们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 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些业力深重的众生 当下就堕落 即使说是具有大慈大悲的 世间当中最高尚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也无济于事 何况说我们凡夫人 帮助我们有些个别业力现前的众生 所以我非常同情 有些人在修学菩提道当中推述 但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以前根本不信佛教的人 让他信佛教 以前信得非常的表面 根本不懂一些佛教 真理的这些人 通过各种方法 通过短暂的时间当中 其实我们的人生历程来讲 一年和半年 对我们来说 不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在短暂的 这样的时日当中 对有些人的相续 种下了不可退转的菩提种子 这一点 我想是有无上的功德 不管怎么样 希望大家尽量地帮助别人 不要让他们退失信心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稍微对别人 稍微有一点批评的语言 稍微有一点说别人的过失 你不是原来说 你要学这部论典 要完成 你现在怎么了 你遭磨了 你怎么了 有时候我觉得 说一点不太好听的语言 也是在按照这里来讲 这就是相识的一种烦恼 不是真正的烦恼 你不要为了自己 现在世间的很多人就是 归根基地为自己的宣传 为自己的宣扬 这样不太好的 应该不要心里面 蒙住自己的利益 然后口头上说 为了帮助你 利益一利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但诚心诚意就是帮助别人 那么在表面上 怎么样的语言 怎么样的行为都可以 因此我们既然大家都已经 发了这样的大乘菩提心 确实在多生累劫当中 是非常不容易的 应该说对我们将来的生生世世 打好稳固的基础 最好在短暂的人身当中 不要退失自己的道心 这就是我的希望 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 因为我们学习到这里 想想做什么 我们学习到这里 做什么 我们学习到这里 做什么 我们学习到这里 做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